是 一开始是就是我去看他 但是你也知道 就这么连轴转 我觉得我经历根本受不了 我每周都要回去回来 就感觉我就是那一阵 就是精神特别紧张 感觉特别疲劳 他觉得躺着都比看我重要 就躺着就很重要 到后来就是我不主动找他说话 不主动给他就是发视频 他也不主动给我发 发了也就说几句话就睡觉 他总觉得我还和就是 在上学时候一样 就每天可以陪他发微信啊 聊天啊 视频聊天啊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 肯定是可以的 但现在我工作了以后 我平时就是工作已经很忙了 回到家就要睡觉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每天坚持 就给他发微信了和他去聊 虽然聊不了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话题 都是有些时候是在没话找话 但我还在坚持着和他去聊 你都没话找话了 不算是没话找话 就是接不上茬了 是你接不上他的茬 还是他接上你 还是你们俩都觉得 有点没话找话了 就觉得跟他的沟头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是他当时 就是答应我的事情都没有做到 都变成我去找他 然后就找着他 上赶找他 他也觉得就是找出错来了 什么叫上赶找他 还找出错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俩假期就是约好我去找他 那我早上就是睡过了 没赶上高铁 当时就是节假日 再买到北京的票就没有票了 但是我查了 从北京到济南有票 我就打电话跟他说 说就是我没赶上高铁 但是你可以来看我 从你那儿到我这儿还有票 他听了之后也没说 先安慰我没赶上高铁 就先训了我一个 就说那你为什么没赶上高铁 让我来找你 那我来找你我多累啊 就有票我觉得我也挺累的 就不想来找你了 后来再找来了吗 没有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 就一直吵 吵了一上午 但是我心软了 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 就还是想去看他 但是我是后来坐大客车去看他的 你们要不吵的话 大客车已经到了 这一见面之后就好了 还是又有冲突和矛盾了 你一见面心里 这个事犯恶心 心里就老行思这个事 当时说我一个女孩 坐车不放心怎么怎么样 那现在让我坐大客车 她咋就放心了呢 她很不能理解我 就那个长假那个事 我当时也给她说过 因为我在北京 我当时虽然是不上班 但是不代表我不工作呀 我那离不开呀 可能她平时周末什么的 一个电话过去 我还是得去工作 所以说我给她说这 她就不理解我 就一直和我吵架 而她有时候就是生活中这些 这小车一直和我斤斤计较 就我给你举个 就那件事吧 就她有个就是 添加紧急联系人这个事 什么叫添加紧急联系人 就是她吧 就是怕自己出危险 她就可以自己添加紧急联系人 就联系我的电话嘛 她给我发短信 说要是出什么事 给我发短信那个事 我平时是真不爱看短信 然后结果我那天就忘看了 忘看这个短信了 她就因为这个事 就是说 哎呀你现在连这个事都指望不上 那以后啥事能指望上 我当时就炸了呀 我就说你指望不上我 你靠别人去吧 然后她当时因为这个事 我们俩就来回吵 来回吵吵 没完没了 我觉得这些 这种小事 我就平时不是很爱看短信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事 就吵来吵去 我觉得很奇怪 就很极端 我说你不想看短信的一个人 我说你不想看短信的一个人 我说你不想看短信的一个人